Leo聊事記 天梯榮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格地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天空熊 天空熊這邊的選擇文明是伯格地人 伯格地人特色是擁有促成遊俠的文明特性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 帝王時代可以馬上升級遊俠 不用再用帝王時代慢慢升級重裝騎士 而且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勝遊俠大陸馬跟蹤技術都是很快的 但他的缺點是沒有品種 伯格地人的火槍和火炮額外增上效果也是非常多的 到了大後期還有佛羅倫民兵可以做一個轉折的 一個歐運式的村民變民兵的打法 比較特別的是伯格地人 他的銀罐技術伯格地葡桃園 可以讓製檢農田慢慢產生黃金 例如是剪刀生物那種感覺 所以伯格地人在競技場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夯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孟佳人 那孟佳人特色呢 是他的打法比較是偏向於大象文明 他的象弓跟大象用這個三象之力 抗招降、抗外增傷、還有攻速加成 這個三象之力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那孟佳人他的騎兵路線比較悲劇一點 只有輕騎兵但是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這個騎兵鎧甲跟攻擊 但是並沒有駱駝也沒有騎士可以用 所以這個一點對於孟佳人來說是稍微有點可惜一點 那孟佳人的主軸還是走工兵路線會比較適合 那他的步兵路線有劍勇跟槍兵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用起來轉個槍兵 可能就是比較實用一點的路線了 那聖旅科技的部分呢 沒有異端協說 但是基本上都是滿的 而且還自大雙三防的防禦力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開局 現在孟佳人右邊是有石頭 下方也有黃金 左邊一戳黃金 目前看起來黃金位置分佈並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黃金都有偏外側喔 只有這塊黃金還不錯 如果能往外圍一點的話 這塊金守住 這塊金比囉在外面應該沒問題 如果要小圍的話 可以考慮直接把家裡圍到這樣子 這樣子 家裡部分可以稍微往下拉 直接圍到底 小圍一下 那天空熊這邊呢 黃金的位置也不是很好 甚至比對手還要更慘 因為黃金都是偏外側的 主金也是啦 這個地圖來說 對於天空熊相當不利 後面這塊骨子區還可以喔 還甚至裡面 那天空熊正面也是圍好 但是這個黃金要不要往外圍一點呢 這樣子圍 這邊圍到底 前期兩邊應該都是走一個偏龍路線 好 天空熊正面開局是選擇了十九村 點下支部技術升封建時代 F1R1 而則是選擇了18P 點支部 然後要轉肉碼的開局流程 應該是肉碼 沒意外的話 這邊這裡沒有挖黃金 欸 結果這裡選擇了異農螢幕 當兵點了 馬就還沒有開 這邊是用偵查 看一下對手是轉什麼 這裡先補一個房子 還沒有打算要轉兵嗎 好 先偷了兩個農田 很偷很偷 孟佳拉開始偷起來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孟佳拉人村民處 現在暫時領先天空熊 所以主要是因為孟佳拉人 升級時會獲得兩隻村民喔 所以在封建時代 村民通常會領先對手 所以對打開農情況 孟佳拉人有這個基本上的經濟優勢喔 但博電人的優點呢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要研發經濟科技喔 像封建時代就會研發二級木頭 二級木 而且還有這個折扣上的優惠喔 所以天空熊資源上 雖然村民上輸 但是資源上 是不一定會輸給對手的文明喔 所以兩邊對農情況下 我覺得有點算是五五開 甚至天空熊這邊可能優勢更大一點 畢竟後期還有贏貫技術喔 那孟佳拉人這邊要農贏天空熊的話 可能要到城堡時代 等到帝王時代中後期 或是帝王時代中期 或初期的時候才有可能贏喔 畢竟城堡時代如果蓋下五個城堡中心的話 升到帝王時代 就是直接給你十隻村民的優勢喔 這邊一槍戳死 哇天空熊 殘血弱馬被擊落 F1R1 決定還是要挖正面的黃金礦 但這個黃金礦遺留在外面真的有點難受 家裡果然是這樣子為死 補了一個馬修 他的都是偏龍 天空熊家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要來轉一下工兵單位了嗎 好三隻肉馬過來 後面對撞一下 現在三隻肉馬繼續往後拉 這一個天空熊可以抓得到 天空熊直接把這個猴給堵住 天空熊能夠抓到嗎 哇可惜了 槍兵已經過來 這邊把這一村民圍起來 F1R1果然也是老將阿 這個反應好快阿 很可惜 但天空熊這一波我覺得還是弱得很不錯 這一波槍兵戳一戳 回頭一打 收掉兩隻殘兵的槍兵 但是後面四隻肉馬的血量有夠多 這裡只剩下一隻殘血肉馬 天空熊只能趕快繞幹 OK兩邊點下城堡時代 天空熊時代落後了 但沒有關係 這邊落後 但沒有死村就好 這裡趕快補下二級農田一級挖進 天空熊這邊好利於二級挖進 要不要一起補下 但如果這邊補二級挖進的話 就意味著到會生城堡時 木頭食物可能會有點缺 但TC開農的話可能會農輸對手 天空熊這邊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在這邊轉折點是選擇的工兵 好二級挖進也是點下了 這就是博恩帝該做的事情 不點二級挖進的博恩帝人 就不會有巨大的優勢 這是我的經驗譚 以前我都覺得 這個二級挖進不點沒差 但對博恩帝來說 這可是有差的東西 OK點下之後經濟就會超好 而且研發科技又那麼便宜 先剩個二級金其實也不會虧到難 好但是天空熊果然也是3TC不下 但是補3TC的時間已經慢了對手一些了 對方已經開農起來 但可以看到天空熊資源上現在還是領先對手 好天空熊二級射一點下 現在還缺一個彈道學 落馬過來高打第一打落馬 只有自己的落馬被點掉 好孟雜阿倫轉翠如弩號稍微擋一下 面對天空熊的騷擾 後面早早就往後伐木了 上面的話是沒有維持的狀態 所以待會這裡防守 還是要拉一些奴炮 過來擋一下台形 那奴炮是直接把空兵給逼退 對孟雜阿倫有這些青騎兵 在這裡做偵查動作 所以把天空熊的主要部隊都掌握在眼裡了 好現在換天空熊被這些青騎兵騷擾 好成功的圍起來 這些工兵漏馬 兩隻殘血漏馬回家補血 好回來補血補下青騎兵 接下來就來搶生旅 聖屋大戰了 那現在天空熊村民宿稍微有點落後 村民宿大會落後13村 資源量果然還是被孟家阿倫反超回去 但這邊成功拿到了村民 沒有拿到嗎 剛剛是擊殺槍兵 我以為剛剛是拿村民 現在兩邊都還沒拿到村民的手殺 通常今天嘗試拉打 但是青騎兵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最後還是被青騎兵吃掉剩下的工兵 好孟家人開始轉戰車嗎 戰車這個單位是可以變成近戰單位 也可以變成遠攻 變成馬攻單位的特殊寶兵單位 而且他的近戰開打時候 還會獲得擴散彰化的效果 但是戰車是很害怕戰毛兵的單位 所以我玩孟家人的時候 我也不太會去想要出戰車 因為戰毛兵就能防守實在太輕鬆了 但高手們通常都會用戰車 跟他們對自己的操作力更有自信 孟家人如果不走戰村的話 就是可以走大象工兵 走大象工兵的話 天空熊也不是有太大的問題 除了沒有神權政治之外 基本上都還是可以拿去招搶敵方的大象 OK這邊FER1 撿了一個生物 開始回頭 現在帝王世代也補下 兩邊帝王世代 忽然是一路濃了上去 下方也是有大四槍 生命性為好 FER1 這邊開始轉馬戰車 不是馬戰車 只是一半戰車而已 祝福這隻新奇兵 天空熊成功擊殺掉了 這隻撿生物的生女 小鑽一些 好 FER1看到 天空熊可能是要走騎兵路線了 二級馬卡也補下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彈道學二級射 虎威技術 好 戰車開始量產起來 一槍兵王家裡送 天空熊用兩隻騎兵過來偵察一下 現在FER1的經濟狀況 但基金狀況來說還是天空熊 稍微落後一些 後面點下了遊俠 遊俠 還有化學速成遊俠 哇 城堡時代剛上 就準備要升級好了 再一分鐘 甚至會比這個三級馬卡或三公 還要更快一些 天空熊這邊三公 找個機會要點一下 如果忘記的話就會很虧 好 點一下了點一下了 好 現在 戰車的數量 來到了13隻 遠程傷害值已經來到最滿 5加4了 有點傷害 待會精銳點完 他會再有所提升 現在槍兵路線也已經提升好 大槍兵也升級好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好了 基本上槍兵只有二防 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是有FER1想要率先攻城 但天空熊已經準備好龍火槍應對 你走槍兵配戰車 我配遊俠配火槍 這個搭配組合是很好的組合 好 火槍傷害真的很高 21點傷害值 但是遇到對方戰車是打不贏的 戰車的血量是很多 有125滴血 體質上的優勢 火槍正面硬打是沒有機會的 還天空熊的遊俠一直在城堡裡面 敘事待發 想想找個機會 好 冰關技術也點下了 太可忌 這樣戰車的攻擊速度也會有提升 天空熊也開始在轉了 重裝長槍兵 長槍兵對撞的話 誰輸誰運還不好說 但可以肯定是先轉槍兵的那一方 會比較省黃金 天空熊黃金出了蠻多隻的火槍 22隻 遊俠這邊有9隻 裡面還有19隻 大約28隻左右的遊俠數量 好 長槍兵這邊已經升級好 尊重資源也是用得很乾淨 尊重資源也是用得很乾淨 尊重資源來到124村 資源已經來到極限 4台巨頭架起來 嘗試攻城 好 看一下這一波會打起來嗎 喔 遊俠放出來了 但是馬弓 這裡並沒有打算正面開打 長槍兵放在後面 鳳家拉人這邊在等精銳戰車升級 還有三弓 那現在戰車的防護力已經提升了 原戰車他是吃弓兵鎧甲的 好 熊熊的遊俠嘗試來斷金 那這邊斷金是好事嗎 如果這邊直接轉精銳戰模式切上去 是不是就出事了 熊熊這裡遊俠想要抽面 然後撈 但是槍兵已經追到了後方 好這裡還沒有切金戰模式 直接用戰車開射 兩台巨頭被後方的三台巨頭給點掉 好這裡繼續切成馬弓模式 去擊殺掉這些槍兵 後方的遊俠來到了後方高地 天空熊看到我高地要從高打滴嗎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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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麼多槍兵好笑有點難受 好決定要在這個高地選擇跟槍兵決一死戰 這一坨槍兵有機會 藏得住嗎 遊俠體質很好 但是遊俠這邊高打滴傷也實在太高 但是這面槍兵突兵拿到了高地 遊俠直接被槍兵抓掉 完蛋全部死光 天空熊這一步遊俠我覺得有點損失慘重 而且自己的巨型投石機也被換掉了兩台 實在失去了遊俠進攻敵方的巨型投石機的可能性 又變得更渺茫了 除非自己要轉出火炮才行喔 如果天空熊要轉火炮的話 還要特別小心 敵方僧侶用紮欄的印刷技術跟救贖思想 現在這兩個科技都已經蓄勢待發了 所以轉火炮也有可能會被招搶可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還是要轉一些輕騎兵或者是遊俠出來 結果F1RE的野精沒有在挖 天空熊幫他挖一下吧 他似乎遺忘掉自己的野精了 其實他的野精也被天空熊給挖掉 所以這個野精到底是誰的也不好說 看起來F1RE的黃金量還是庫城比較多 天空熊的黃金用得非常乾淨 第一波交戰 穆加爾爾他已經沒有安息人戰術的關係 現在打槍兵喔 用這個馬攻模式沒有像以前這麼強 但是防護率也稍微差了一些 在正面大量槍兵還是成功的突圍 肉麻過來想要抓生女 生女但是活了下來 千身自帶雙三房的生女 坦度還是不錯的 照亮七七兵溜了進來 天空熊開始多線 在這裡戰車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已經擊殺了84隻的天空熊的單位 天空熊怎麼損失有點多啊 這個槍兵是不是被射 射得有點開心的感覺 92隻單位了 總統這邊三台巨頭高達第一 想要嘗試反擊巨頭 差點一發收效 F1RE會看到殘犬巨頭嗎 但是這時候突然轉成近戰模式開砍 戰車變成近戰模式之後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這邊嘗試使用戰車直接手撕巨頭 右邊的另一台巨頭又再次被巨頭解掉 天空熊這三台巨頭解掉兩台 其實戰果還不錯 這邊突然轉成了槍兵模式 但戰車可能會被槍兵給縮爛喔 還有戰毛兵 戰毛兵打戰車傷害實在是非常高 好 孟加拉人開始轉肉馬 那孟加拉人的輕騎兵呢 打戰毛兵的傷害是加兩點的 所以打戰車死通常會搭配 肉馬輕騎兵作為搭配組合 但沒想到這邊居然還在轉裝甲步兵 難道要走孟加拉劍勇路線 那找這個劍有路線有什麼優點呢 只是說價格比較便宜而已 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還是有點虛的喔 那有軟甲啊 看一下喔有軟甲 那可以稍微擋一下戰毛兵的傷害了 好 魔球 這個城堡 找起來有點難受 趕快修趕快修 好 三級馬卡已經研發好了 現在戰車數量 來到了16隻 所以廠商有總共還有30隻的戰車 火槍這裡有點送掉 完蛋 哇 還好 火槍還有8隻 但是這個槍兵雖然是真的多啊 好 後方的火槍直接突圍成功 砍克弩熊只有兩台火炮 作為進攻的方法 後面這個黃金 F1R1 拉兩隻戰車過來擋住 好 昆帝越到越後期的時候 其實沒有肉碼的品種加成 血量上來說是很劣勢的 但如果打到後期的話 大肉碼可能也是要提升一下才行啊 欸 結果自己的附金 欸 沒有挖 欸 天空熊 欸 對欸 他的附金沒有挖欸 天空熊 欸 看到這裡還有一塊附金 我想問天空熊怎麼那麼窮 窮到需要去挖野精了 結果這個精其實沒有被對手碰 是天空熊把自己這裡為好的關係 沒有打算從這邊開 重新開挖起來 OK 那現在戰車數量來到了35隻 翁家人開始轉出劍兵有事 雙手劍兵已經研發好 劍兵有事 才需要一點時間 OK 天空熊果然也是點下大羅馬的升級 所以不點大羅馬真的太虧 但是待會天空熊要面臨的是 大量的劍兵有事 好 火不起來 這裡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雙手劍兵很容易被戰矛直接反殺回去了 哇 這裡高達第一實在是很痛 劍兵勇士 真的是扛不住這些遠程傷害 好 那現在卵甲技術有了 好 稍微拉扯一下 後面火槍過來救一下 這一波天空熊用戰矛兵成功擋住了這一波 第一波的劍勇攻勢 好 後方轉出了一些馬舟 好 正面的戰車 再一次擋出了 天空熊的正面部隊 但是後方戰矛兵數量有點多 如果字兵一換的話天空熊會很賺 不是喔 不少打個一發 打個個傷害是掉的是不是快阿 OK 現在槍兵兩邊還是有在稍微粗鞋 但是F1R1已經成功轉型了 見兵勇士 開始數量多得起來了 25隻的數量 好 這次要嘗試攻城 4台巨頭 這次進攻方向是左邊 F1R1看到天空熊的腹肌沒挖 決定要來蓋寶幫天空熊來挖了 天空熊現在石頭不夠 要對寶不太可能 上方經濟也沒有辦法挖 而且劍兵勇士 開始不霜 再砍這些垃圾兵了 垃圾兵真的很害怕劍兵勇士 而且劍兵勇士 造價便宜 消耗得起 好 上方被火星解掉 要是正面這個黃金 要是被對手給拿了 這就很糟了 好 正面八兩劑 直接砍讓了一堆戰毛兵 連槍兵也沒放過 但是天空熊正面砍得有點痛苦 畢竟沒有了黃金 實在是很難受 結果左邊戰車一進去 就是開始手撕城鎮中心 天空熊這邊要擋住 還是要更多的戰毛跟槍兵才能鎖得住 自己按肉碼趕快去解掉巨頭就行 好 第一台巨頭可以拿下 第二台有機會嗎 直接撞在了劍兵的臉上 第二個城鎮中心 天空熊拉了很多村民往上走 但是這個TC終究還是不保 左邊這一塊農田區完蛋 20隻村民在種田 要是這個20隻村民拉走的話 自己的肉量來源也會消滅的很快 而且不問題葡萄園的效果 也會有打折破的問題 哇 這裡馬公摩斯一開 死傷開始飆了起來 正面的劍兵友師也開始坦爛 天空熊正面的火槍配槍兵的路線 但是火槍終究殺敵術 還是很猛 來到了40億隻擊殺 但是左邊已經炸裂 天空熊上方的防護區也不保 這裡村民也是 好 勉強高地的火槍擋住了第二波的劍勇衝衝 F1R1的黃金也來到了見底 降到300多塊黃金 但是這塊黃金可以再繼續挖的話 進攻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就到院兩個聖物可能要被打出來 後面戰車有點無能能抵 天空熊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F1R1拿下比賽勝利 哇 天空熊沒想到這一波突然爆的有點快啊 可能是黃金真的不夠 沒有辦法即時轉出Ivo的戰力 但是沒有辦法 這塊黃金太久沒有挖了 上方這個黃金也挖不成 缺金缺到有點頭破血流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天空熊拿上職業上之力 但是黃金輸了大概4800左右 天空熊輸了這麼多黃金 卻還可以打這麼久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